你不是学美术的吗 应该很有眼光 帮我参谋一下吧 我想挑选礼物 那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下课的奶奶 你和夏奶奶很熟吗 你别误会 就是日常拜访而已 披肩怎么样 现在地铁什么的 到处都有冷气 老人家可以随时带在身上 也不重 这么贵 我记得前几天的瘦 有一款另一个的皮包 还挺好看 林 稍等 对了 这些皮肩你拿去 和同事们分了吧 就当我感谢你 今天陪我逛街了 下课 你来啦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让他来的 我是听说奶奶喜欢马蹄莲 就特意托人从荷兰寄来了一厢稀有的橙色马蹄莲 奶奶 下课对花粉过敏 我把他挪那边去 不好奇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身边的人 你认识不是很正常吗 承认是你身边的人就好 我们目前是工作关系 仅此而已 您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不能找你啊 去 你张仪回来了 张仪 在厨房里忙着呢 做你喜欢的酒娘汤圆 还有你最爱吃的芒果羹 奶奶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 有一次下课突然想吃芒果羹 我们就陪着他四处找 吃了好几家 最后在一家中国人开的甜品店里边 吃得了他满意的 今天终于见到原版了 思瑞手艺不错 应该很快就学会了 我给您带的甜品您都吃了 特意给您做的低糖 还担心味道不够好呢 下个周末把沈青都喊来吧 思瑞再多做几样点心 大家一块儿喝个下午茶 夏克 年纪不小了 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又开始计划了 我的条件其实很简单 只要门当户对 善良 对您好就行了 当然了 你要是有条件好一点的 我也不反对 奶奶 您掌控一切的姿态什么时候能改改 我还有些事情 改天再来看您 奶奶 您别生气 我知道 她还在生我的妻 因为之前也是我先离开的她 你应该把真相告诉她 你应该把真相告诉她 我不想她谅解我 同情我 我想她能够真正地重新爱上我 对了 张姨 您教我做芒果羹吧 还有下课最喜欢吃的酒酿园子 好的 好的 奶奶 我先过去了 好 走 夫人 查得怎么样了 确实在美国期间 有过不间断诊疗的记录